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发生的天灾与气候变迁都有密切的关系 2019年历经极端气候的冲击 从非洲南部到北美洲 澳洲至亚洲 欧洲等洪水与暴风雨 水灾等在世界各地都造成很大的混乱与破坏 欢迎收看《介入佳境》 今天的主题是 触乱不惊 为什么地球上会出现各种灾难 你还是一个旁观者吗 每一天 我们都能从电视的镜头前看到各种的灾难 人们会在电视上讨论灾害的后续影响 显然 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 都不可避免地卷入到灾害的漩涡中 而更令人担忧的是 自然灾害也同样带给人们心灵的创伤 你相信吗 现在唯一能为这世上灾难遍布提供完整有力 完整可信答案的 是一本古老的传世经典 其中所记载的神秘语言更直指我们生存的这个时代 这就是圣经 在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当中是正叙述的 此后我要看见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 执掌地上四方的风 你们不可伤害 等我们印了我们上帝古人的恶 从以上的经文可以清楚地看出 我们不能仅仅思考如何度过灾难期 更要预备更大事件 也就是耶稣的再来 遗憾的是 尽管现在的媒体技术非常发达 东半球发生的事情可以同步直播到西半球的观众 然而事实上 更多的人只是以旁观者的态度 去观看有关灾难的报道 也许有人悲天悯人 但是普遍认为 似乎灾难离自己还很遥远 于是生活习惯及思维方式依旧不改变 这恰恰是这个时代的悲哀 各位朋友 当你听到或看到各种专家学者的评述的时候 甚至批评当地政府治理问题的时候 那么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来理解这些表面看起来毫无关联的灾难 无论是海啸地震龙卷风 上帝都不是可以要让梦魇般灾难笼罩他的世界 坦白说 他是希望我们将注意力从世界转向天国 悔改吧 曾经有一位商人 他的家人先后都接受了基督教的信仰 他本人却不愿意接受信仰 家里人自然也是希望他能尽早接受基督 然而每次他都以他很忙 没有时间参加聚会等各种理由 蜿蜒谢绝 甚至他会说 等我老了以后再信主也不迟 现在要抓紧青春年华赶紧挣更多的钱 结果有一天不幸发生了 他在准备参加会议的路上发生了车祸 最终离开了人世 这是一个真实的事件 我们真的无法预计灾难什么时候会临到我们的身上 家人当然也是为他英年早逝而感到扼腕叹息 然而时光不能倒流 如果有一天灾难临头 死亡迫近 我该如何去面对呢 当然这不是渲染悲观的厌世论调 而是促使我们积极地反思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俗话说 人无远虑必有禁忧 在和平安宁的环境生活久了 心灵容易油腻混沌不清 如果一个人真的能够触乱不惊 就需要真正的信仰作为心灵的支撑 处在灾难中的人们有什么样的经历呢 如果说近些年的灾难基本上是地区性的 那么这次新冠肺炎则名副其实的是全球性的公共卫生事件 在疫情爆发之前 人类普遍相信建立的公共医疗体系非常的稳固 然而当疫情真的到来的时候 尤其是很多研究显示 这是新冠病毒是从自然界而来的时候 人们似乎醒悟了 自然界并没有被人类所驾驭 我们其实缺少了一份敬畏之心 孔子在论语中说 敬鬼神而远之 道出了中国人自己对神的态度 当然这也反映在当下 人们对于处理疫情的态度 在武汉新建了两所临时医院 这两所医院的名字分别是火神山和雷神山 从这两个名字可以看出 在人们内心的深处 一方面对于人类未知病毒的恐惧 一方面也冥冥中对上天神明的敬畏 相信很多人在无助的时候就会默念 老天爷让这疫情早点过去吧 这就是中国朴素的神观 所反映的现实生活 圣经中有这样一个故事 非常耐人寻味 曾经上帝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奔向那美好的迦南美帝 但是不曾想 这团道路非常难行 所以说以色列人就向上帝发焰言 厌弃弃绝上帝的保护 结果毒蛇就进入到他们当中 很多人因此丧失了性命 活着的人就来到他们的首领摩西面前 祈求他能够向上帝寻求帮助 结果摩西就造了一个铜蛇 告诉百姓 谁如果拜这个被立起来的铜蛇 就一定会得到痊愈 那么这个时候 很多的人凭着信心来到铜蛇面前 当他们仰望铜蛇的时候 他们身上的病就得到了痊愈 上面的圣经故事就是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当我们遇到疾病困难的时候 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才能够得到医治 朋友们俗话说浪子回头金不换 尽管现在的疫情还在燃烧 但是我们如果来到上帝面前 上帝就会保护我们平安 基督的脚步已经逐渐在临近 上帝借着这样的灾难 再向我们每个人敲响警钟 快点回心转意吧 愿我们每个人早日来到他的面前 谢谢大家